大家好 前两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美国 然后还去了兵工厂 还是民主党人士陪着去的 然后还接受了民主党安排的一个采访 然后在采访当中说了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也没有说得很过分 但是中文圈就把它曲解成了 哎呀说泽连斯基在痛批共和党 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 这个东西人家根本就没有讲过这个话 乌克兰总统没有讲过这个话 那个共和党副总统万斯也没有讲过这个话 人家只不过是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谈到过俄乌战争的时候 说到领土交换的问题上面 怎么就成了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以额传额是故意有人在造这种谣 然后传出来 就是为了打击贬低 攻击特朗普这一派的人 其实很可笑 他们还说要求 特朗普是会出卖乌克兰 特朗普会要乌克兰割让领土 很蠢 人家从来没有根本就没有讲过这个话 而且人家 而且他们这次歪曲 那个泽林斯基的话 说泽林斯基痛批特朗普 说特朗普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停止这场战争 泽林斯基有这么傻 他敢这样说吗 你这不是傻子 人家根本就没有讲过这个话 原话是说 他很想知道 他很想知道特朗普是如何解决 如何在24小时之内解决这场战争 那不是说 绝对不是那种嘲讽式的语气 这个都是 我看了一些原视频 我就觉得中文人先传出来的那些东西 觉得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是为什么故意就歪曲这种 这种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新闻 你们是准备骗什么人 是吧 就准备骗那些 等着你们 骗你们自己那些粉丝 等着你们去骗的那些人 我觉得很可笑 然后还说 特朗普跟泽连斯基隔功互骂 然后特朗普拒绝接见泽连斯基 那好了 就在昨天 人家特朗普说了 27号上午9点45分 他要跟泽连斯基见面 那这个 那个谣言就不公自破了 那么多谣言就不公自破 说两个人说特朗普跟泽连斯基 说泽连斯基骂特朗普怎么怎么样 这这些谎言 这这些谎言一下就被击穿了 我觉得太有意思 这些人造这种谣有什么意思 真的 哎 然后说特朗普宣布跟泽连斯基见面之后 民主党马上就宣 没过几个小时 他就宣布了向乌克兰增加80亿 80亿美元的援助 是吧 然后然后有有泽连斯基讲过那样一句话 大家大家一定要知道 泽连斯基说拿到手的武器 还不足账面上的70% 他说美方宣传的支持那个14个旅的装备 真正到了乌克兰前线 只够装备4个旅 就是很多东西就就就就滑水了 就是就是账面上就不见了 然后是众议院议长 他要求他前一段时间提发提有一个提案说要求审查 批给 呃 援助给乌克兰的资金 说这个钱没人管 现在是没人管 嗯 民主党这边把钱包给拨出来 然后到底是他妈的发给了军火商还是给了谁 谁都不知道 军火商拿到钱之后到底给了多少武器给 给乌克兰 也没人没人查这个账 然后就就就糊涂账 糊涂账就是一股糊涂账 泽林斯基自己说的 说是说给我14个旅的装备 结果到了前线只够装备4个旅 就是泽林斯基自己讲的 就是民主党就在就在这样 这样就是吃回扣吃吃吃吃饭点 是不是甚至尤其是做假账 我都可以直接怀疑他了 哎呀 民主党就是叫怎么说呢 他就是像那个很有欺验性 他就像极着那种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早期的那种给你 给你给你花大饼 给你许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然后然后丢出几个棒棒糖 让你们先吃着 等你们吃着棒棒糖 跟着跟着他们手牵手一起走向 那个乌托邦的时候 叭唧掉坑里了 这可能就几十年都爬不起来 真的有可能是吧 这就是大国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一索尔超音赶美什么钢铁产量 那个大跃进 结果就开始 结果 就是没几年吧 那就是幸福了一年 这五八年提出来的大跃进 那个公社大锅饭干了一年 第二年就开始开始开始挨饿 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哎 然后就是 那个 你要的东西 要不然他就兴高采烈的说 哎 圣灵计划可以实现了是吧 他现在就是 提都没有提 然后这个问题就交到了 特朗普手里 那么泽连斯基这个圣灵计划 能不能在特朗普这里实现 那么就 拭目以待 说这个东西谁都不知道 具体他的胜利计划 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 泽连斯基说的那个胜利计划 说了有半个多月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还是没有人知道 具体内容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总之拜登可能没有给他一个 让他满意的答案 如果有 那他可能已经说出来了 如果真的能 那么 那么可能 战争打了两年半了 是吧 打了两年 远零七个月了 早就可以实行 真的如果说真的以 真的 拜登政府愿意让乌克兰 胜利得 胜利赢得这场战争 那他完全有这个能力 是吧 美军可以找100种借口 出兵到乌克兰 但是 拜登在2021年12月17号 28号宣布 美军没有义务保护乌克兰 只有义务保护那个北约成员国 还是没有义务保护乌克兰 这个是 这个是拜登跟普京两个人 开完视频会议之后的第二天 他公开说的这句话 他等于就是在怂恿普京 出兵乌克兰 是吧 民主党真正的就在 就是在 在跟俄罗斯构合 或者说他在利用俄罗斯 或者说他想 他想借助俄罗斯这个 让军火商赚钱 是吧 2014年 普京抢走了克里米亚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奥巴马 奥巴马干了什么 奥巴马直接宣布对乌克兰的一个武器禁令 禁止乌克兰从美国获得杀伤性武器 这是奥巴马干的 这个武器禁令是特朗普解除的 而且特朗普给 而且乌克兰获得的第一批标枪反反格导弹 就是特朗普送去的 是2017年送去的 你这个很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是这个就是铁板 就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这个当时的总统还不是泽连斯基 叫那什么波罗申科啊 还是什么东西 呃 泽连斯基的前任 现在是泽连斯基阻止这个波罗申科跟 特朗普会面 我也不知道 我也搞不懂具体是为什么 据说是呃 担心 担心 嗯大大胃不保是吧 因为因为波罗申科跟 波罗是是波罗申科主张乌克兰西化的 波罗申科在国家在乌克兰搞反腐 搞搞西化 然后就是开除掉了很多亲俄的政府高官 就是这个是从波罗申科开始的 这个是如果说乌克兰将来加入俄盟整体西化了 那最先要感谢的 还是波罗申科而不是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最多能排第二 泽连斯基只能排第二 当时是 当时是特朗普上任之后 2017年上任之后就跟波罗申科 没多久就跟不到年底就跟波罗申科会面 会面完会面完之后 没多久就就给乌克兰送去了 那个标枪反弹核导弹 那个时候乌克兰乌军就开始训练那个武器 要不然那个等到2022年2月24日 那个俄军的钢铁洪流压到大便压进压到基辅 乌克兰军队打不赢基辅保卫战 人赢这场保卫战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 乌军熟练掌握的那些反弹核武器 这那些东西绝大部分都是美国给的标枪反弹核导弹 而且是给了好几年了 人家早就熟练掌握了的东西 这个东西美军其实有很多借口出兵的 不要说不要笑话特朗普说 他能够在24小时摆兵这场战争 首先我们要知道俄罗斯普京是没有勇气向美军开火的 只要美军只要美国敢向乌克兰战长派兵 那么俄乌战争可能就马上结束了 可能就马上就结束了 马上结束的谁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束了 拜登政府不愿意 拜登政府的大警主是美国军火商 美国军火商靠着麦伯器挣钱 你停战了不打了那还搞鸡毛啊 那人家肯定就不高兴不乐意不待见特朗普来的事 特朗普如果说他一上任 他马上就打电话过去停火停火 普京停不停火 不停火好 美军的那个什么路站一时路站二时 是全球24小时之内可以投放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 也就是说挂完电话普京如果不同意 美军马上就会就马上就可以向乌克兰战长开进了 那么美军只要站在那 纽约军敢不敢开火 我相信普京他脑袋没有烧那么大个包 是吧 他敢向美军开火 那他就等着被别人从克里姆林宫里面拎出来 挂在那个海洋法庭上面 这都完全有可能的 是吧 这只是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美军是可以有借口向乌克兰战长派兵的 只不过拜登他不派兵 拜登一杀人就说就就就就对外宣称 从此以后美国再也不会派兵去改变其他国家 然后到了2021年 他就跟那个普京开完会之后 开完视频会议之后 他就宣称美军不会 美军没有义务保护乌克兰 然后才有了欧乌战争 这就是 这就是事实啊 没过去多久的事实啊 是吧 不要说什么 那个什么布达贝斯被忘录 布达贝斯被忘录 虽然说没有要求啊 出兵保护 但是可以 虽然没有要求 但可以以这个为借口出兵啊 只要他想出兵 他就可以以这个为借口 所以说不要再说特朗普没有能力 24小时结束战争 美国和北约都有能力 结束这场战争 只不过那些 那些靠军火挣钱的 控制着政府 影响着这些政策 最终导致这场战争 你打打几年 是吧 这这都是有可能 这都是完全可能的 也是确实存在的 是吧 包括那个 前几天 那个以色列又开又开骂了 说美国又扣着他们的军火 不发货 钱都付了 他就是不发货 他就是防止 他就是想阻碍 想把那个珍珠党救下来 想把那个哈马斯救下来 就是怕被以色列彻底消灭了 其实已经没有了 就那个 那个 挑六国挑七国都干都能打赢 不要说只打你两个恐怖组织 你们连你们两个加起来都不够一个国家的兵力 人家以色列当年打中东战争打那么多次 从来没输过 说从来没输过 说一次以色列就没了 人家就是从来没输过 更不要说打你们两个恐怖组织了 很多人就喜欢把把巴勒斯坦等同于哈马斯 把加沙等同于哈马斯 把那个黎巴嫩等同于珍珠党不是 这两个恐怖组织只不过是他控制着 只不过珍珠党控制着黎巴嫩南部 控制那么一块 只不过哈马斯控控制着加沙这一块 只不过他们控制的这一块 实际上黎巴嫩政府是不承认珍珠党的 就就跟巴勒斯坦不承认哈马斯一样 很多人连这些都搞不清楚 然后天天在那指跟着中央电视台在那指着 说那个BBC事件是炸死炸张 两千多个平民 去你大爷 中国那个什么大使啊 那个外交官啊 包括中央电视台啊 都在那骂 军事评论员都在那骂 说以色列上级平民是国家古墓主义 我就很可笑了 那个BBC人家民主党专门给自己骨干成员 所采购的那些专用设备 这年到谁他妈用BBC啊 再再再再落后 人家都是用 洛基亚是吧 人家都是用那个东西啊 这年到谁还用BBC啊 用BBC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防止别人追踪你们信号吗 然后你们就采购了那个东西 最搞笑的 据说是 以色列专门成立的这个琵琶公司 空壳公司 给他们高达80%的回扣 然后 那个珍珠党那个采购的高官 就觉得眼睛一红就买了 然后就 就说珍珠党高层死于巨额回扣 据说是这样 据说是这样 这个可能当玩笑的听吧 总之 总之比相信那个 中央电视台要强一点 他说什么 说以色列是国家恐怖主义 说一次性炸死账商 两千多个平民 这可笑了 这样就去袒护 袒护珍珠党 我觉得这都 我都不明白 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 什么 他们能给你们先进武器 还是能给你们先进科技 还是能给你们 外贸订单 什么都给不了 相反是以色列人给 你们这样就得罪客户 我觉得 老在多大坑能干出这种事情 哎 感谢大家听我户车